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华夏五千年,中国文化就像一座巨大的宝库 听那些戏剧里正在讲述着感天动地的故事 看,从手工艺品到古典建筑,数不尽的万千光辉 那这一次我们将翻开哪一张中华文化的世界名片呢? 他们就是这一次的主角啦 一群热血的武师上年 武师在中国历史上远远流长 在汉代时就有武师的记载 因为狮子被认为是瑞兽,象征者吉祥如意 所以武师的活动在民间也广泛流传 还漂洋过海,传入了日本 武师在我们学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也传承了几代人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 无论年纪大还是年纪小 差不多所有的学生都会武师 锣鼓点一打起来,狮子一动起来 小孩子开始都是害怕的 可是慢慢的他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 看到在武师的过程中 人们的这种高兴的,向上的,积极的心态 从害怕到接受到慢慢的喜欢 到自己也非常想愿意去做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 可以说是从小开始循序渐进的 正如张校长所说 平均年龄只有14岁左右的少年们 与武师结下的不解之缘 皆始于年幼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萌芽 然而对于一群大多出生在日本的孩子们来说 武师的传承之路 并不容易 虽然是我们从先人传承了一些基本的技巧和技术 但是这个武师实际上是也是一个博大精神的文化 具体锣鼓点应该是怎么敲 诗布是怎么走 梅花桩是怎么搭建 采清的时候具体有什么细节 第一道原汁原味的武师文化的展现 这对我们来说在海外就是一大难题 那么经过我们不断地跟祖国 跟广东有名的武师团体的交流 我们学校的这个武师 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教学 代代的传承更离不开多少年来 一代又一代武师少年的坚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 武师队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 他们所展现出中国武师文化的魅力 不仅许多日本学校慕名前来学习交流 更是在中国国庆节时 在日本街头掀起中国文化热潮 古山起雄诗乐 古山起雄诗乐 动静之间皆是少年们的默契配合 每一次的腾飞跳跃都激励着少年们 对武师文化的传承 我们坚信 年轻一代将凭借他们的努力 定能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的贵宝 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延续 永不摔带